本席很關心的我們拖鷹 拖鷹的部分 質詢台上罕見結巴 甚至名嘴 眼神飄移 手上那本資料也是捏啊捏 因為當時陳崇文心裡想的 恐怕不單是人民福祉 你一個月評估報告給我好不好 好 可以 好 謝謝局長 時間再停 要求限期報告後仿佛任務達成 這是去年4月 陳崇文質詢台北市社會局長的畫面 如今檢調查出 他就是從這一刻起 利用職權干涉公托監視器案 結果 說改就改 這中間有什麼鬼 結果有鬼的根本是陳崇文 質詢隔天 他就把局長叫進研究室 要他向議長報告規劃細節 4月20號 他邀請台志光員工到辦公室見面 更傳了業務部協力的名片 給社會局人員 明示他們可以找台志光討論 覺得很沉痛 就是 陳議員我只能說 要賺錢去做生意啦 檢方查出去年4月起 陳崇文用各種所資質詢護航 最後讓社會局為請台志光辦理 5月 陳崇文和康麗祺 便成立公司 10月中台志光簽約後 向立起採購 1081萬多元 12月中陸續收到款項 5天後 陳崇文匯出759萬 給康麗祺履約 當中的價差321萬多元 就是陳崇文的不法所得 因為台志光事件的爆發 我們到目前為止 這件事情上來講的話 能未完成任何的簽約 隨著檢方癥結起訴 陳崇文的犯刑細節陸續曝光 也揭開他衛冥喉舌面具下的貪婪面貌 3D新聞 戴維成 陳宇璇 台北報導